康瑞颱风来势汹汹 不过市政府灾害预备金 已经在前阵子三驼额颱颱风来袭后 将用庆只剩下81万元左右 因此市长谢国良在市议会定期大会第一天的 市长市政总报告时 向市议会报告提出应变方法 也就是调整云出比较不急的市政建设经费 总共2.1亿元 作为后续可能发生灾害处理的经费 灾害准备金的使用情形 为了因应本市的天然灾害所使用的 我们113年的灾害准备金 已经编列2.4亿元 截至目前113年的9月底 开口合约自用数为5158万 天然灾害复权自用数为1亿8746万 因为已经还有其他项目等 其他尚可动之的只剩下81万 然而本府有针对这个移缓季 目前已经调整了大概2.1亿左右的市政预算 在113年做后续的一个灾害的准备工作 谢国良也表示之前行政院长卓隆太来基隆 勘灾时也当面表达希望政院支援6亿元的补助 并且我们也针对于山陀尔台风的一个灾害防救法的规定 我们向中央提出6亿元相关的补助 那陈蒙这个行政院卓院长运诺要帮忙基隆市 在座有很多议员都那时候也都在场 在这边对行政院跟卓院长 对基隆的帮助提出深切的感谢 谢国良也当场举起手板 感谢在山陀尔灾害时 协助基隆市政府抢灾救灾的国军及各县市政府 在那一阵子同人间都不免不休 大家都积极救灾 在这边我们也特别 他们有帮我制作一个手板 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军 还有我们台北市政府 桃园市政府 新竹市政府 新竹县政府 台中市政府 以及新北市府 都积极的协助本市的救灾 在这边深表感谢 记者吴俊松 金融报导 老公取代理 酷刘工